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范例都是用SS 当资料库 可是呢 有可能 公司里面用的不是SS资料库 也许是Seql Server 也许是Oracle 买Seql等等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不一样的资料库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 也可以连线的话 基本上就到这个网站 Triple out.Connection 它叫Connection Stream 加S.com 这个网站里面呢就有各种 连线的方式 其实呢我SS连线方式也可以从这边去查得到 我有些是直接从那边去查到的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是不一样的版本的资料库 你就是把它连线资串 的方法 复制贴过来就可以 改了 所以只要改那个 ConnectionStream的那个地方而已 那那个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 比如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是 Triple out.Connection Street Street 加S.com ConnectionStreet 这个网站的话进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S 其实就是 有没有看到 Provider 其实我们是什么 Standard 的Security 那就是这个 Provider 这一串 DataSource后面 我是做一个变数 有没有后面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我是用那个 我们this workbook 当成配 后面加一个什么的 我们SS 资料库的名称 对 所以基本上跟这个是 基本上没有差别 就是这样子 这一串 我是把这边复制贴过去而已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什么呢 有password 比如说你那个资料库里面password 他就教你怎么做呢 在这里下 which database password 那其实就是多了这一行 就是 把这一串 里面的话就是password 把这个password放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 还有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是放在网路上面的方邻 比如说某一台server上面的话 你就把DataSource怎么样 改成 斜线斜线 那如果是网路 公司intranet里面不是会有 那个网方吗 那网方里面就有哪一台电脑名称 有没有 哪一台电脑名称的哪一个 share name 哪一个share name里面的哪一个资料夹 里面的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资料库 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不一定把资料 asset资料库是放在我们 我们这一边 我们可以放在网路上面大家可以共同 只要你有 有我这个excel的档案 你开起来之后就会连线到那个资料库去 也可以把资料写到那个资料库 那变成说我们可以 整个公司内部都可以共用那个资料库 而不是说只有 你自己的资料库可以写过去的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asset资料库 最 最一般 最简单 那其他还有就是旧版的这个旧版的方法 等等的我想这边很多 那如果说你今天 不是asset 这边有 不是ss的话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